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内忧外患的这个主题 为什么呢 我这么写呢 在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么讲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呢 以法言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呢 就显露出来了 他们形式虚晃 内有贼人入室偷窃 外有强盗成群骚扰 然后呢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 我纪念他们的一切罪恶 然后呢 他们所行的 现在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 听众姐妹 第七章的一开始哦 当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很像是马上就讲我想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其实呢 它是连续第六章的信息的 第六章上帝还没有讲完哦 然后呢 继续的 然后呢 上帝在第七章呢 向他的百姓来诉讼哦 来告诉我们呢 记录下来 和西亚记录下来告诉我们说呢 上帝的百姓究竟犯了什么错 我们来看哦 如果你还记得昨天的这个第六章第四节这么说 他讲 以法连啊 主说以法连啊 我可向你怎么样行呢 他说 你要我拿你怎么样啊 犹大 我可以向你怎么行呢 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 又如这个树散的甘露 众姐妹 这些呢 这节呢 他在讲什么 就跟刚刚我们所读的 他连在一起的 他讲什么呢 其实呢 上帝哦 因他的慈爱哦 其实呢 他很爱以色列百姓 可是呢 他向他们发出叹息 他讲 哎 怎么样 你要我怎么做 你要犹大 以法连 你要我怎么做呢 上帝讲哦 你们的很像假冒为善 假装说要好像来归转向我 就像第六章所说的哦 可是呢 上帝讲你们这些的良善哦 其实呢 就好像早晨的云雾一样哦 一下子罢了 一阵子罢了 或者就是那个甘露 然后呢 清晨呢 只要太阳一出来呢 就不见了 所以呢 上帝讲说 你们的这些空口说白话 说想要回转归向我 想要说来寻求我 这一切哦 很快就回复到原点 然后呢 他们的心中哦 其实根本都没有想要归向神 他们只是在经历痛苦的时候 或者是在表面上 祈求神帮助他们 但是呢 其实他们里面呢 是非常虚伪 没有根本想要来亲近神 所以呢 他们这些不诚实 或者就是不满的 上帝都看在眼里 上帝讲呢 他们以为哦 我没有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种姐妹 我要讲的就是感谢神哦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觉得 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可能呢 过去我们想说 哦 只要我们犯罪呢 我们祷告过哦 上帝就很像失忆这样忘记了我们的罪 听众姐妹 其实呢 上帝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罪 而是呢 上帝选择了呢 耶稣基督呢 他的儿子为我们所献上的基务呢 而亲看的就是呢 他接受了耶稣的这个代数 所以呢 他才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呢 让我们更看重哦 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其实上帝不是 那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 当我们祷告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 上帝必赦免 就好像上帝忘记一样 不是 上帝也没有忘记 而是呢 上帝他选择 他儿子基督耶稣呢 所献上的而接纳了我们 所以我们很值得感恩哦 所以上帝这边也同样的说呢 其实这些人觉得 上帝没有纪念他们的罪恶 可是呢 上帝都记得 然后呢 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 弟兄姐妹 这节呢 上帝并不是想哦 不要医治 他讲说呢 我想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第七章第一节 可是呢 当他要医治的时候哦 他以法连的罪恶和上帝的罪恶又马上的显露出来 所以呢 他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以色列人啊 就好像一些受伤 只是受伤呢 在这个外表上面啊 他们呢 很像这个受了外伤一样 觉得呢 我们查查一下这个药水就没事了 可是呢 其实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其实不只是外伤 他们的内里面哦 他们是一个有需要神的人 他们的里面生病了 可是呢 他们却不来寻求神 所以呢 当上帝讲 他要医治他们的时候啊 那他们的罪恶又显露出来了 不是不肯医治 就算哦 这样的医治啊 他们只是在乎表面的医治 而不是深层的悔改 不是在深层的很像寻求神 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的时候呢 上帝讲 这样子也是突然 帮助了他们 到最后呢 也是一样 就好像 当初一生啊 已经怜悯以色列人的时候呢 可是他们一再而再而三的犯错 没有悔改 所以呢 上帝讲 这边讲说呢 当上帝想要医治的时候 就是上帝想要再恢复 在清静他们的时刻呢 可是呢 上帝又看见他们又是一样 回到像过去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 今天我们让我们一个反省啊 有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在有一些 可能我们一直跌倒 或者是我们软弱的地方上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很像 度过这个难关 带领我们 好像胜过 可是呢 用姐妹 我们要思想的就是 当神一而再再而三 帮助我们过后呢 我们是否有没有改掉我们的习惯 改掉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讲是说 上帝啊 我每一次都不够 我的财务都面对状况 用姐妹 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 但是呢 我们更应该的就是 当神帮助我们 赐我们 这个 这个供应给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思想 看看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开销 我们是不是 在哪一方面 我们的挥霍 我们要改掉 这样的生活习惯 不然的话呢 上帝无论帮我们多少次 其实我们都还是 回来到原点 所以呢 不是上帝不帮助我们 其实呢 有时候当他帮助了我们过后呢 他知道我们还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他要 回应我们的祷告呢 所以这一点呢 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就好像这个以法连跟撒马一样 上帝原本想要来亲近他们 然后呢 可是呢 他们还没有亲近的时候呢 他们的罪恶又显露出来了 哈利路亚 然后呢 我为什么讲内忧外患呢 这边指的内忧呢 是指的以色列人呢 对神的不忠 就是在信仰上的失败 那外患呢 就是呢 你会看到 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呢 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不稳 然后还有在接下来后面的那个外邦人对这些以色列人的影响 所以呢 真的在这一章当中呢 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哦 他们的罪 就是这样子 在第四节呢 特别我们来看 第四节呢 他讲说什么呢 上帝讲哦 他们都是形形的 像火炉点 然后呢 从转面到发面的时候呢 暂时不食火发旺 那 điều 其实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节经文呢 我们特别要来解释 就是这些经文是比喻呢 以色列人的心理 他得寝向那个罪恶的程度 当时哦 因为我们要知道 当时呢这个烤饼的时候呢 烧做那个烤饼的时候 或者面包的时候呢 过程都是这样的 我们先都是先搓这个面粉啊 然后呢让那个面粉生效 然后过后呢生团 然后呢需要一个晚上发酵 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晚上在发酵的时候呢 制饼的制造这些饼或面包的人呢 他们就会在起那个火炉 让那个火炉慢慢的 慢慢的用火来弄烧它 弄热它 然后过后呢 这个是 这个 当中哦 那个 那时候呢的人呢 是这样子来做的 所以呢上帝哦 这时候看到那个 以色列人的时候呢 他讲说什么呢 他讲他们的里面都是行的 就像被火烧 就是讲呢 他里面哦 以色列人的火哦 是一直烧着的 在里面 可是呢 在外面的时候呢 是很像看不出来的 在外面很像没有事 可是呢 在里面呢 其实呢 其实在烧着 然后就让我想到一节经文哦 就在创世纪那边 六章就有机会讲的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然后呢 众入心里念念的思想的都是罪恶 所以从当时呢 当时在第七章的背景哦 当时不管是国王或者是百姓哦 他们的心都是这样想的 第七章的第六节这么说 那个首领埋伏的时候呢 心中热如火炉 然后呢 旧如烤饼的整夜碎卧 然后到了早晨呢 火焰 火气焰焰 就是呢 他们在心中哦 开始的筹算筹化 然后过后呢 到了早上 然后过后就 火就很热 到了时刻 然后呢 众民呢 第七节 众民也热如火炉 然后呢 烧灭他们的官长 他们的君王 都扑倒而死呢 可是呢 他们中间呢 五亿人求告我 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就是呢 第六 第七节这边 他讲没有一个人求告神 这边呢 讲到首领的埋伏呢 他的心啊 就像在里面烧着 想要谋权篡位一样 想要对这些 要怎样使用 对手段 去拿到这个权位 就好像啊 在这个以色列那个时代呢 他们等候着 发动这个机会呢 谋财 那个 串改那个 这个 地位 让这个皇帝 那个政治改变 这个阴谋 在和西亚的一生呢 他也看过三个皇帝 以色列王帝呢 是这样子的 被这个 被人家篡位的 然后呢 以至于呢 把他们杀死 所以你可以参考 这个列王记下 第十五章 八到第二十六节 所以你看到 弟兄姐妹 在当时呢 和西亚的状况呢 他们的国家 这样的混乱 不只是百姓 连那个 首领 都这样的 这个 心里 一直在 想要 怎样的 谋 那个 篡位 所以呢 为什么 他们的国家 会 沦路到这个地步呢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呢 他们呢 没有 遵守神的话 他们呢 远离了神 他们忽略了神 接下来呢 第二段呢 上帝呢 从第八到第十六节呢 上帝呢 就用三个比喻 来讲述 来告诉 这些以色列人 或者是今天的我们 我们来看 这三个比喻是什么呢 来 第一个比喻呢 就是呢 讲到呢 第八节 这边这么说 他讲 以法连 与外邦人掺杂 以法连是 没有 没翻过的 没有翻过的饼 各位姐妹 什么意思叫 没有翻过的饼呢 这个就比喻 叫做 属世界的生活 按照 这个刚刚 我们所看到的经文 我们可以注意呢 看到的就是呢 以法连人呢 以外邦人掺杂 就是上帝呢 其实呢 不要他们 跟别的 这个种族 一起来通婚 但是呢 他们就已经掺杂了 然后呢 随着 随了外邦人的风俗 然后效法 外邦人的 行事 作为 然后呢 他们觉得 他们做得也很好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可能来 侍奉神 或者就是来 过他们的生活 可是呢 却是 违背神的话语的 是不是 神的话语 所要他们做 不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呢 当人 当以色列 神的百姓呢 看到别的国的时候呢 你还记得吗 当撒摩记的时候呢 上帝本来 自己想要成为 以色列的王 但是呢 当以色列人呢 看到别的国家都有王的时候呢 他们就求撒摩尔为他们立王 所以呢 上帝讲 由他们 其实呢 上帝本身就是他们的王 但是呢 他们还是要 像世人一样 就好像这边所说的 没有翻过的饼 OK 他们效法这些外邦人的这个知识 然后呢 反而呢 却对神所给予的教训呢 他们轻看了 他们看见呢 别的国家如此的有力量 可是却看不见神的权能 他们依靠呢 这个世上 他们拥有的身材啊 武器啊 但是呢 却不依靠上帝的大能 所以呢 他们被 呃 这个称为 上帝称他们为 被跟这个 呃 外邦人掺杂的结果 就是 没有翻过的饼 意思就是讲呢 没有翻过的饼 就是什么 一面是一直烤着的 一面是熟的 一面是生的 所以就好像呢 他一面哦 很熟悉外邦人的生活 但是呢 其实呢 对上帝哦 上帝给的启示呢 是很生疏的 他没有去 呃 花时间的来 呃 清静神 要明白 上帝 在这个时代当中 他要做些什么 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今天 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活在世界当中 是的 基督徒我们应该入世 但是我们不应该 呃 我们都知道 呃 我们生活在这世界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要回到呃 呃 灵里 回到主的面前 常常的祷告 上帝啊 你如何的来带领 你的指引是什么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叫我们能够明白哦 神的心意 叫我们能够知道 主啊 你要我们怎么做 而不是呢 我们只运用我们自己的聪明 智慧 只运用我们自己的呃 想法 我们觉得是好的 我们就去洗 就好像呢 今天我们有很多教会 呃 很好的真理 我们是应该持守的 但是呢 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见 许许多多的呃 呃 真理啊 开始的被呃 挑战 开始被妥协 很多的妥协 很多基督徒的婚姻 开始觉得说呃 呃 很多人都离婚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呃 再找另外一半 但是呢 我们却忘记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呃 呃 呃 上帝所配合的 没有人应该分开 呃 我们没有办法的呢 坚守在婚姻上面的 这个忠诚 所以呢 以至于我们的生活 也失败 还有很多许多的呃 呃 别的上帝告诉我们说 呃 应当孝敬父母 使我们再次长寿 但是呢 今天我们却 看见许许多多的人 呃 呃 我们真的呃 呃 再想回来 呃 呃 我们没有办法的 呃 呃 有时候我们就啊 送去呃 呃 老人院啊 呃 我们就不愿意跟呃 呃 家人住啊 我们希望过二人世界啊 但是其实上帝要我们 在这个有生之年 能够孝敬我们的父母 来帮助他们 Amen 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呢 看到这个过于的 过属世的生活 去观察呃 呃 这个世界的人怎么做事 而呢 没有来听见神给他们的声音 第二呢 这个愚蠢的鸽子 我们来看哦 第二个比喻呢 就是愚蠢的鸽子 第十一节 他这么说呢 以法连啊 你好像呢 呃 鸽子愚蠢无知 他们求告埃及呢 呃 投奔这个亚树 啊 听众姐妹我就觉得很奇怪 当我在读的时候 我讲为什么呢 是愚蠢的鸽子 鸽子真的很愚蠢无知吗 不是这样的 听众姐妹 呃 英文哦 当我们读英文版本的时候呢 英文 他这边 呃 NIV呢 他写说呢 Easily deceived and senseless 就是讲呢 很容易的被受骗 还有呢 呃 没有这个呃 senseless啊 就是没有意识的 很很没有这个呃 就是没有自有的方向 这样子的 没有这个方向感 但是呢 鸽子又不是这样子哦 其实呢 在鸽子哦 在圣经当中哦 是非常有这个意义的 呃 圣经呢 上帝讲说 耶稣呃 洗礼上来的时候呢 圣灵如鸽子 所以但是我讲 为什么呢 上帝要用这个呃 鸽子来讲 以是以法连向这个呃 鸽子愚蠢无知 而是呢 其实上帝要 给一个很大的这个呃 其中有一个意义 就是可能 他要告诉我们 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什么对比呢 你看哦 当鸽子呢 当呃 这个 你还记得吗 挪亚呢 当他呃 上帝洪水 泛滥过后呢 上帝 叫他放一只鸽子出去的时候呢 当他放鸽子出去的时候呢 鸽子会 钓一根树根 回到 这个地方来 可是呢 乌鸦就不会 乌鸦飞飞飞 没有 因为找到地方落脚 然后他就 呃 飞回 呃 飞回来 但是呢 利用姐妹 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个鸽子呢 当呃 这个呃 呃 挪亚放出去过呢 他会回来 就表示呢 他会知道 怎样的 谁才是呃 这个 他的主人 或者就是呃 呃 会回呃 呃 叫什么呃 我们华人讲 好像呃 施恩图报 这样子 可是呢 上帝要讲的就是 这是以色列人 这个以法列人呢 根本 像愚蠢的鸽子 就是呢 他比 一只 呃 那么的 普通的鸽子 还不如 他 笨的 连呢 呃 方向都不知道 鸽子 最聪明之处 在于 他能够辨别方向 可是呢 以法列呢 却不会 鸽子在千里之外 他怎样飞到再远 他都知道他的 呃 家在那里 他都会飞回他的巢 因为有时候那些 呃 候鸟飞的时候呢 哇 一群的鸟 飞回他们的这个巢 要飞越 很大 一个 呃 大西洋 也是这样子 可是呢 以法列却 不如他们 不如一只鸽子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创造主是谁 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应该 头 奔 头向谁 他们有上帝 但是呢 他们却选择 去求告埃及 去投奔亚树 所以呢 神说呢 他讲说 我必将他们 呃 把我的网 撒在他们身上 把他们打下来 所以弟兄姐妹 这也提醒我们 一件事情 许多时候 我们有没有 来到认识 上帝才是我们 呃 最 坚固的银垒 当我们有事的时候 我们都转向他 而不只是我们 转向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这个小聪明 是我们能够有 这些感谢神 但是呢 今天上帝 要我们知道的 唯有他 唯有他是我们 生命的主 让他来做 我们的主 当我们遇见 不管是开心 或者不开心的时候 时候呢 我们都来 归向神 我们都来到 上帝的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知道 主啊 唯有你 唯有你 唯有你是我们的 这个 兼顾的盘石 唯有你 让我们 像这个 聪明的鸽子一样 知道 怎样的来投靠 投靠在这个 我们的君王的身上 Amen 然后呢 今天的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 翻倍了的功 其实呢 这个呢 意思哦 大概 类似呢 就是好像 刚刚前面 那一个一样的 就是讲说呢 鸽子没有方向嘛 然后呢 这个呢 他讲的 翻倍了的功呢 是什么呢 是指呢 他的方向是错 不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谁是主人 然后呢 弓箭的方向 本来是向着敌人 但是呢 这个上帝讲 他的功啊 却反了 这个以法连呢 这些以色列人呢 他们不依靠神啊 他们 不依靠 上帝 反而呢 他们转向敌对神 怎样讲说敌对神呢 他们呢 去欺压上帝所拆派的先知 去不 不要听神的仆人的话 而且呢 他们去依靠外邦的强国 然后呢 拜偶像 寻求别的先知 假先知 都是谎言 然后呢 以至于呢 使上帝的心啊 心灰意冷 所以上帝讲 他们是翻了的 背的功 所以就是讲呢 他的那个功啊 是指向上帝的 而不是指向敌人 所以 今天我们也要反省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上帝今天告诉我们说 我们 在教会里面 基督徒 我们爱人如己 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家人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却把 他们当成是敌人 然后弟兄姐妹 今天呢 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做的就是呢 我们要知道 上帝 是我们的帮助者 而上帝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他讲我们要有爱人的心 让我们不要在 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用言语去伤害人 我们很容易用言语去伤害人 但是呢 我们却不知道 这是间接的 在伤害上帝 或者是间接的 在伤害 这个神的身体 因为呢 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保护 所以我们要保护 我们要爱护上帝的 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盼望呢 我们透过这两个的重点 还有这三个的比喻呢 让我们知道 靠过这个 那个和西亚书第七章呢 上帝给我们几个提醒 好叫我们知道 那为什么上帝这么说 这个以法连跟这个 这个他们一开始 以法连跟他们的 为什么上帝说 撒玛利亚跟以法连 他不能够医治 不是他不要 而是呢 医了过后还是一样 因为他们呢 根本都没有来依靠神 成为我们的警戒 今天呢 我们读圣经 就好像照镜子一样 让我们看见了 自己脸上的 这些有污垢的时候呢 盼望我们不要 什么都不做 今天可能神 透过这段的经文呢 让我们看见 自己内心光照我们 可能有哪一方面 是我们太过属世啊 过着属世的生活 还是哪一方面 我们真的已经 把上帝渐渐的遗忘 尤其是在这个 MCO当中 我们都在家里敬拜神 那我们有没有 很好的来花时间 真的很专心的 在敬拜 还是我们只是 观了我们的影像 但是呢 我们心没有在那里 就神怜悯 就神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专心的 来仰望他 来依靠他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